好 接下来呢 这道菜呢 我们要介绍就是叫做 菇菌菊姬一流 那材料有什么呢 材料呢 就是有一只鸡腿 青葱 姜 还有呢 这个仙冬菇 仙木耳 金针菇 跟松喜菇 还有细脖子一张 哇 好多材料 那调味料的部分呢 就要分成两组 里头呢 一共有这个酱油 玉薯粉 水 浓缩鸡精 蚝油 麻油 还有胡椒粉 嗯 那接下来呢 调味料 我就要做调味料的部分咯 好 那首先呢 调味料A里头呢 就有这个一茶匙的酱油 嗯 一茶匙的玉薯粉 嗯 还有一汤匙的水 好 搅拌均匀 这个就是调味料A咯 好 那调味料B呢 就有这个三汤匙的水 一汤匙的酱油 还有一汤匙的蚝油 再加上这个一茶匙的这个玉薯粉 还有这个一茶匙的浓缩鸡精 再加入这个少许的麻油 还有胡椒粉 就可以了 那好 接下来呢 我们呢 要处理这个材料了 先将这个鸡腿的皮呢 去除掉 我们将这块鸡肉呢 就切成六条 接下来就是将A的调味料呢 倒入这个鸡肉里头 跟它搅拌均匀 好 好 好 我们大概要腌一个十分钟 好 腌个十分钟 青葱呢 切断 这样就切 这样呢 就切丝 好 筒菇呢 就将它去掉这些 它的硬帝 剪掉 好 像这样 切 那些木耳呢也是一样喔 先去掉这些 去掉这种硬帝 对 去掉这种硬帝 我们要用切也可以 要用撕一片一片也可以 你喜欢 然后就将金针菇根部切掉 松洗菇也一样 也要去除根部吗 对 好了 好 现在就要把这个 这个菇菌类放到这个滚水里头去 躺一下 其实常吃这个菇菌类 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因为可以降低胆固醇 还有高血压 当然还可以帮助消化 好 现在就可以把它捞起来了 好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可以煮了 来 好兴奋哦 首先呢 先放一汤匙的油 好 好了 这个了 首先呢 先放这个 姜丝 嗯 把它爆香 对 烫鸡肉 哦 炒到这个肉呢 转色为止 转面转色 差不多要转色了 大概呢 炒个八分钟就可以了吧 对 好 现在呢 就可以放 菇芯类 对 还有这个调味料 加 来 放这个青葱 来 快炒 那我现在呢 就要准备这个细脖子了 好 这个细脖子呢 是有两面的 一面比较亮 一面比较暗 那呢 亮面呢 我们就要反外 好 都放进这个细脖子里头 好 丁钱一些些哦 丁钱一些些 对 好了 可以收起来了 嗯 要怎么折呢 这样子折 看哦 这样子折 好 一层一层的 一层一层的这样子折 对 嗯 这样子折 嗯 这样子折 看到了吗 嗯 嗯 来 从来这边 这样子折 这样子折 现在呢 又要再放入烤箱里头 好 来 来 来 开起来 放进去 OK 折下去 好 烤个五至八分钟呢 就可以了 对 那现在呢 我们呢 一起来重温 这道菜的食谱 好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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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